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群島以西的南中國海氣壓頗低 在上午7點熱帶風暴圍挪 集結在沖繩島東南大約1140公里 越來向東北偏東移動時速大約20公里 南中國海之低壓區已經發展為一熱帶低氣壓 並且在中五集結在北位15.0度 東京117.5度附近 預料仍然幾乎停留不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中國海的熱帶低氣壓 集結在西沙東南偏東約510公里 預料仍然移動緩慢 同時熱帶風暴圍挪就集結在沖繩島移動 約1170公里 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約30公里 在上午7點熱帶風暴圍挪集結在西沙爾東大約410公里 並預料仍然移動緩慢 與此同時熱帶風暴圍挪集結在沖繩島移動大約1200公里的西太平洋 預料向北移動時速約20公里 天力開放在中午強烈熱帶風暴圍挪集結在北緯16.8度 東京115.6度附近 預料將會加強並向西北偏西或西北移動 橫過南中國海北部 西太平洋風暴圍挪集結在12.15pm by the Royal Observatory The tropical cyclone alert is now in effect and the standby signal number one is hoisted This means that a tropical cyclone now centred within about 800km of Hong Kong may affect us At noon, severe tropical storm Wayne was centred about 630km south-southeast of Hong Kong and is forecast to move west-northwest or northwest at 8km per hour across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South China Sea Wayne developed as a tropical depression over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remained almost stationary for most of yesterday It intensified tropical storm strength and further to a severe tropical storm this morning During the past few hours Wayne moved at a speed of about 8km per hour northwestwards At noon, the center of severe tropical storm Wayne was near 16.8 degrees north, 115.6 degrees east 跟沙堤以南是吹強風 香港、珍美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 和北部灣以南都是吹強風 天氣概況在下午4時 颱風、偉恩集結在北偉17.3度 東京115.1度附近 預料將會增強 並且向西北移動 橫過南中國海北部 時速大約8公里 偉恩在傍晚已加強為一股颱風 在下午5時 偉恩集結在本港以南約510公里 向西北移動以時速8海里 橫過南中國海北部 天文台處理高級科學主任李偉才說 如果偉恩照現在的途徑移動 明天有可能改掛3號風球 今天日間整日來講 偉恩都繼續增強 而實際上直近傍晚時份 他已經增強成為一個颱風 中心風力達到120公里 即風速 而且他現在來講 仍然是繼續向西北的方向移動 持速大概是8公里左右 就橫過南中國海的北部 在下午5時的時期 他是位於香港以南大概510公里 如果偉恩繼續沿著現時的途徑移動 而進一步接近本港的話 預料本港的風力將會在今晚轉為清境 而明天稍後可能會轉為強風 如果是這樣的時期 我們就要懸掛3號強風信號 未來的天氣會怎樣 就在天氣方面 由於偉恩的環流 或者雲帶的雨帶 就不是那麼廣闊 所以暫時來講 今晚和明天較早的時份 天氣都應該還是挺好的 可能會有一兩陣局部 無力性趨雨 但基本上都是好天 但隨著這個偉恩更為靠近我們的時期 我們會受到它的雲帶雨帶影響 預料明天日日間 稍後天氣會轉壞 就會變為蜜雲 還有一些凌散的狂風趨雨 它究竟會為我們帶來多少雨 就很視乎究竟它會來到我們幾近的距離 所以在現時的階段 我們很難是斷定究竟它帶來的雨量 是幾多的 剛才天文台處理高級科學主任李偉才 接受商業電台記者健康訪問 商業電台現在是新聞簡報 天文台仍然掛起一號的戒備訊號 並且預料明天可能改掛三號風球 在傍晚強烈的熱帶風暴偉恩 已經加強為一股颱風 預測本港晚上除了有幾陣趨雨之外 天色晴朗 明天會轉為多雲 有凌散的狂風趨雨 天氣報告是由 護士飛林 特約過激 現在是歐陽華 報告天氣 今天尚在南中部 我們現代低氣 已經交響成了一球 至今風暴 並且定性無詭因 其中心方子 已時速發通美向西文言論 一號戒備訊號已經是上十點30分 越掛 在下午5點 偉恩更加強成了一台風 本港今天是天性晴朗 穿黃 強風 雙氣濕動氣界 有66-89之間 氣溫方面 昨晚的最低氣溫是27.2度 今天下午最高是32度 現時的身外氣溫是30度 失動是75% 由午夜至夜前雲子 天文代替6.0.1米的預算紀錄 接著看看今天的天氣圖 在下午6時 颱風偉恩在香港之南約500公里 預料將會以時速8公里 向西方移動 橫江南中國海北部 今晚的氣溫將降至17度 明天下會回升至31度 海色的溫度是19度 今朝今晚和今夜的天氣會怎樣 一起看看白波和西方 FM90.3及102.4小刻 商業一台 現在是櫻立格標標準時間7點正 瑞士明標櫻立格 又短又準又夠格 大標請戴櫻立格 天文台仍然掛起1號戒備信號 並且預料明天可能改掛3號風球 在傍晚強烈熱帶風暴毀恩 已加強為一股颱風 預測管廣晚上 除了有幾陣驟雨外天色晴朗 但明天會轉為多雲 有凌散狂風驟雨